Chang Kai-Shek College held a Chinese Ambassador Education Fund Awarding Ceremony for the school year 2023-2024. 菲律宾中正学院举行2023-2024年度,中国大使奖助学金颁奖仰仪式。 2024年3月2号上午9点半,菲律宾中正学院在中正纪念堂隆重举行2023-2024年度中国大使奖助学金颁奖仰仪式。 中国驻飞大使馆王岳参赞兼总领事特立林该校颁发学生奖金。 受到该校董事会校方及校友总会领导的热烈欢迎。 方永辉主任担任司宜,叶启宁校长介绍与会嘉宾并致欢迎词。 他表示,王岳参赞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外交官。 在菲律宾这些年间,他以跨越官方外交官的身份,而更像是大家的朋友一般。 他是中正学院的好朋友,始终全力支持学校的众多项目和活动。 董事会陈奕伟董事长在自持中代表学校及全体受奖学生, 向王岳参赞致以最热烈的欢迎。 他感谢中国大使馆对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发展的坚定关注和支持。 期待与使馆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, 共同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, 让更多的人受益于这一宝贵的中华文化遗产。 随后,王岳参赞兼总领事亲自颁发中国大使奖助学金, 荣获奖学金同学共33名,荣获助学金同学共30名, 受奖学生林善明同学代表致谢词。 他满怀感激的承诺, 同学们将踏实勤奋取得更优异的成绩, 作为回报中国大使馆的关爱。 王岳参赞兼总领事在致辞中表示, 长期以来,以中正学院为代表的广大华文学校, 潜心教书与人,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准, 为华人华侨社会的兴旺发展和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播, 做出重要贡献。 新的一年,期待与中正学院密切合作, 为推动华文教育发展, 促进中非友好交往, 讲好中国故事, 再立新功。 随后, 学校领导致赠感谢壮与中国驻飞大使馆, 感谢中国大使馆年复一年, 不间断地奖励资助该校优秀学生。 全体合影后, 谢雅文同学独唱《春天的芭蕾》, 中正学院民族舞蹈队表演非民族舞蹈助行。 一场隆重而又温馨的颁奖仪式, 在午餐后圆满落下帷幕。 Chinaton News, 黑中新闻台, 综合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